在1997年、1998年那時候 台灣開始有慢慢的很多媒體 大家開始注重葡萄酒的飲用這一款 所以那時候也才開始接觸 接觸了以後 我們當初是到一個叫做大通亞社頓的地方 那個時候就是到那邊 他們開始推廣一些放葡萄酒 為什麼會想要去考試酒師? 試酒師是因為其實我們做很多事情要有一點點標準 就是說我喝這瓶酒覺得好喝 你覺得不好喝 但是到底是誰對? 有沒有一個標準? 所以那時候才想說要利用這個機會去學一下 到底能這樣 我們的課是外國人來教的 是一個英國人來教的 他們有他們的有系統的平衡的方式 就是說怎麼樣去評斷一瓶酒 從它的味道、顏色、它的保存、它的價值去評斷這些東西 那這是去學習的目的 你有特別對酒有一種鍾情? 原因是? 那其實酒這個東西 我想有喝過的人都知道 它在三四千年前古文明就有了 那為什麼古文明就有 為什麼會到現在還有?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會帶給人 歡愉跟罪惡 酒就是其實跟食物跟文化是分不開的 我們有一次在高雄有一家還蠻不錯的潮州菜的老店 那我們在那邊也喝過葡萄酒啊 也喝過香檳都喝過 但是其實有一次我跟朋友就是說 我們就把中國的白酒帶來了 跟每一道菜去做搭配 就是非常的完美 所以酒這個東西跟文化底蘊是一致的 而且它人在微醺正常的狀況下是可以放鬆 放鬆你就可以增加人跟人之間的交流 這個是一定的 那香檳是什麼色? 金黃色 但是其實香檳是紅葡萄酒那樣的 香檳其實只有在法國香檳區這個地方 產生的氣泡酒才能叫做香檳 你在法國其他地方 比如說阿爾莎斯 國根地產出來了不然叫做香檳 香檳區它只有六種法定葡萄 可以釀酒 那其中比較常用有三種 一種叫黑皮諾 一種叫做夏當尼 夏當尼 一個叫做皮諾木尼耶 那其中呢 皮諾瓦就是黑皮諾跟皮諾木尼耶 是紅葡萄酒 紅葡萄酒 那為什麼香檳是白的? 它其實就是把它榨汁 葡萄果汁其實是黃的 所以那些再去釀 所以香檳就是白色 金黃色 那有一些酒為什麼是粉紅色 那就是那些葡萄 紅葡萄的果皮 拿去一起 可能只有百分之十 拿去一起淨皮 釀造 那除了顏色就是粉紅 或是直接 先把紅葡萄做紅酒 做好以後再加到香檳的雞酒裡面去做二次發酵 有趣 雞酒 沒有 有趣 總